像紓困振兴的这个方案的一个效益 我们仔细一看 很多都是年度性的经常性的一个活动跟经费 那好比就是说 你们有一个协助企业运用 这个跨境的电商平台来脱销市场 还有传统市场节等等 这个真的有云木混珠 有那个赖雨冲速之险 市长你曾经断言跟媒体说 以国际旅客为主客群的这个饭店 还有这个旅游业者在两年内 这个都等不到产业复苏是吧 事实上台北市的各商圈产业 都在百费待举之中 那我要跟你提醒 这个不少你们是否自以为这个振兴成效的 在这个商圈业者来看 他们觉得很普普 甚至是几乎无振兴的效益 好比这个洪文和理事长就表示 北市府为了协助促进店家摊商 他们的一个升级跟转型 那么有协助美和餐饮业者 包括这个富康达 Uber Eater等等 有五家 这个等于这个外送平台 来合作外送的服务是吧 可是我要告诉你 像这个富康达跟这个Uber Eater 他的这个费用过高 那另外三家 他因为知名度不高 规模不大 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这个洪理事长讲 这个成绩是惨不忍睹 你知道吗 所以用年度性的预算跟规划 还有这个辅导方式 你是无法解决 目前商圈产业 包括夜市 包括这个观光产业 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困境 所以啊 我必须讲 市府的振兴方案 是必须一波波持续下去的 更不能够用非疫情期间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跟预算去自应 当然你讲过 商圈自己也要自力自强 没有错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振兴作为不是只有经费的补助 还包括活动的配合 以及政策的支持 你同意吧 同意 好 那我来跟你讲 明年的商圈 明年是商圈的一个很关键的期间 很多的业者苦撑到现在 但是苦撑也有一个期限吧 所以 宏慧和理事长表示 因应疫情 明年的商圈重点是在于 数位转型 就如上面所讲的 你要如何去辅导 线上的网路平台 跟线下的实体店家合作 来协助业者 他拓展到外线市 甚至到国际上行销宣传 透过线上的一个销售的方式 来推展台北的一个在地店家的特色商品 这样一来 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个国际市场是何时解封 未来对他们来讲也多了一线生机 市长你同意吧 同意 好 所以我要告诉你 透过经费的一个举办活动 是行销台北市 活络商圈 也是刺激消费的一种方法 可是呢 这个部分很可惜的是 昨天我们看到 产发局包括观传局 今年都没有相关的经费 去做规划 不过你也答应我了 如果有需要 这个你们会专案处理 我再一次的跟你确认 是吧 对 好 那此外 最无以上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还有民间如果有办大型活动 好比这个今年猛甲青山宫 165周年庆扩大举办 对不对 还有这个明年的台北登节 如果商家他们愿意自发性的 做一些促销优惠的活动 我们市政府也应该予以配合支持 对吧 对 对 所以这个部分 明镇学友 观传学友 去国家的交代 让他们跟这个商业产业 一起来做这样的会议也好好吗 可以吗 好 好 直接到 接下来请 没有 好